韓國人去女團Gi的台籍成員葉書華 日前回台參加品牌代言活動 首次接下包包代言的他相當開心 當天是仙氣滿滿 性感露香肩 之後活動結束後呢 是意外現身柯振東的慶神爬 迎來對岸粉絲不滿 認為他不夠謹慎 竟然會與曾經入獄的柯振東在一起 甚至上升他 將他化為台獨藝人 葉書華脫粉一度蹲上了微博熱搜的冠軍 隨著事件是持續發酵 就有中國網友反問 竟然舒華能混進台灣娛樂圈 那Twice的子瑜為什麼不行 讓台灣網友不滿 怒轟對岸小粉紅 Twice不能在兩岸發展 不就是中國小粉紅霸凌所害的嗎 而挑起小粉紅敏感神機的 還有韓國綜藝節目上 詢問有誰來自中國 來自台灣的許念詞呢 是沒有舉手 這也讓小粉紅怒了 說以後都要避雷 小粉紅的玻璃心這一度碎滿地